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解说 110年会考的第十题考了一个扇形的弧长 那这个地方呢,老师跟大家复习一下扇形的弧长和面积 首先看什么是扇形 所谓的扇形的意思是说 圆里面的两个半径和这个圆的一部分这个弧长呢 所围出来的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就叫做扇形 很像一个扇子,所以叫扇形 那扇形的弧长跟面积怎么算 那我们现在要从圆面积跟圆周长来看 我们先跟大家复习一下圆周长 圆周长呢,叫做直径乘以π 那如果题目给你半径的话呢 半径乘以2就是直径 所以呢,你也可以用半径乘以2乘以π 圆面积呢,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π 这个π什么呢? 旁边这个念成π,π就是圆周率 我们小学的时候呢 这个π呢,通常都是用3.14 那我们到了国中 这个圆周率呢,我们就用π 因为呢,3.14也是一个近视值 所以我们就用π这个符号来代表圆周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扇形 那怎么算扇形的这个弧长跟面积呢? 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呢,这个圆形是O 这里是A点,这里是B点 这个扇形呢,叫做OAB 它的圆形角呢,是120度 它的半径呢,是6 扇形的弧长怎么算呢? 要算弧长,我们先算圆周长 圆周长呢,是直径乘以π 那给你半径,你就半径乘以2 再乘以π 这是整个圆周长 不是这个扇形的弧长 那这扇形的弧长怎么算呢? 它是圆周长的一部分 这个扇形的弧长呢,是圆周长的一部分 一部分到底占多少呢? 我们就乘以一圈360度 这个圆形角呢,是120度 所以就是360分之120 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把它约分 很清楚的哦,这个360跟120呢 就可以约分 好,再来3跟6也可以约分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就等于224四拍 扇形的这个弧长就是四拍 这个弧长四拍 好,那扇形面积怎么算呢? 扇形面积的算法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π 先算圆面积 半径是6 半径乘以半径乘以π 这是整个圆 但是这个扇形呢,不是整个圆 它只占这个扇形的某一个部分 那占的比例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用圆心角呢,来判断 那乘多少呢? 6乘以6乘以π,这是整个圆哦 它不是整个圆,它是占整个圆的一部分 整个圆一圈是360度 这个扇形的圆形角是120 所以我们就乘以360分之120 再来约分 120跟360约分 三分之一 再约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26 12 12π 扇形面积12π 扇形的弧长是4π 好,请注意一下 这个你要求扇形的弧长跟面积 就先算圆周长跟圆面积 就算一整圈 那这个扇形是在一部分 一部分就乘以360度分之这个圆心角的度数 这样子呢,就可以算出扇形的弧长跟面积 这个题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